這本書其實在三年前 我就有這樣的一個創作的想法 那么我想要創作的原因是 当之前我写的都是短篇 那么这些短篇的小说 当然它同样可以彰显出一些 我想要表达个别的点 但是当要创作一个长篇的时候 我想要讲的东西就会很多 那么在这本小说里面 其实它取材于一个真实的事件 也就是在三年前 我看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故事 它发生在北海道南晃亭 发生了一个少女一个高中生 她把她的祖母 应该说外婆跟妈妈杀害 在这个故事里面 据说外婆跟妈妈常先跟她家暴 而这个家暴的过程很有趣 它包含了比如说 冬天的时候让她睡在雪地上 然后让她吃剩菜剩饭 让她去残雪 然后这个小女生在某一天的早上 她受不了了 她就把两位老人家杀害 那这个故事在我看来 我觉得非常的特殊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 会是什么 这是我想要去了解的 那这当中我想要触及的问题 包含学校的态度 媒体的态度 社会的态度 以及所谓的 这个小说很有趣的是法庭系 在这个法庭系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地检署里面会有升官的考量 它跟法官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是行政体系 你会看到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他对于证人的证词的财性 可信度到底如何 你会看到一个警察 他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什么问题 而这个问题 很有趣的是 不见得是案子本身 而可能是家庭问题 所以你把这些因素都放进去以后 变成一部 我心目中 我认为 初步碰触到 台湾在目前司法体制里面的某些表层 如果 各位 对于台湾的社会现状 司法现状 媒体现状 以及台湾的民众 在面临司法案件的某些反应 很有兴趣的话 《星光》这部小说 非常适合拍成 不管是电影或戏剧 那么在这部戏剧里面 将可以忠实地反映 台湾人对于司法的看法 以及我们司法体制里面 或许有可以调整的某些地方 那乃至于最深刻的人性 都可以在这部小说 改编成电影之后 忠实地呈现跟反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